媒体领着超低温 蔡英文准时现身党中央开会 大小问题全没打算回应 不过一听见关键字 感兴趣的蔡英文 再跑出来话家常 没公开行程选后第四天 蔡英文下午以总统当选人身份 首度召开中场会 党内面临大小问题政权交接 是首要之物 党内会规划交接事宜 全由秘书长吴钊燮来负责 而根据以往经验 交接召集人 可能是内定总统府秘书长人选 传出小组成员 可能包含副秘书长林习耀 立委陈其迈 交接项目包括总统政权 政务推动国安系统 以及档案清测四个区块 2月1号新国会上任之后 成立交接小组 而最复杂的就属政院交接 即便他们到目前为止宣称 不愿意多数阻隔 也必须让我们这个所谓过渡 我们不叫看守 马总统一直强调说 我们不是看守 我们还要继续做事情 府内有一个小组 我们行政院会依照网离会的窗口 目前没有详细的事成 马英九政府的这个行政内阁 显然现在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我们希望马英九总统 可以先把这个内阁的状况处理好 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相关政务的 交接的这个讨论 马英九总统坚持主张多数党组阁 蔡英文明确回绝 更急着在新国会吹声交接条例 是不是担心四个月空窗期 总统马英九再出新花招 拉内阁背书 反倒让蔡政府还没向任 就先背了大黑锅 记者综合报道